刚才聊完了女友现在聊到世界吧 其实欺骗的不仅是你的女人 女人会欺骗你 世界其他人也会欺骗你 因为女人也是社会中的一员 这边是这个城堡 这个教堂 我们刚才看过那个 这个是一个东正教的教堂 我本来看到个卖雪糕的 在那边那个店看到吗 就在那个教堂底下 他写的呀一个球是1块4 我想1块4一个球大概就是6块7块钱吧 我说7块钱我觉得还可以考虑 结果买完之后 他告诉我4块8 卧槽 给我拿了一个大的 我跟他说要大的了 他没问多少钱 就说明保加利亚人 说白了这面还是很善于欺骗的 就是说他这面的文化还是以欺骗为主 骗销为主 提前不告诉你 到时候付费的时候 贼你不贵 所以这个从今天这个雪糕地点 花了20块钱买个雪糕 我就得出这个结论了 以后这边一定要先问清价格 这车不错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